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錢生 那在今天的影片呢 我要來告訴各位的是 如何去更改Premiere Pro的英文介面 那其實非常的簡單 首先第一步 我們先建立新的專案 那如果你已經有要準備更改語言的專案 那麻煩你又點那一個吧 好接下來我們要按下 Ctrl加F12 這是Windows的用戶 那Mac的朋友請按下 Commet加F1加F12 這裡呢我們這裡 找到三條線然後選擇 Debug.wseview 在這裡我們找到一個 Application Language 接著我們把這個 enus改掉 改成dh下橫線 tw 這個簡體中文是zh 然後下橫線cn 那這裡我們就設為tw 然後下面這個 Application Language Bilingual 這裡是指雙語字幕 這裡我們可以把它勾選起來 那這樣你就會有中音的介面 你就可以了解很多功能 那我們點擊關閉 這裡也關閉 我們重新打開一次Premier Pro 好現在各位就可以看到 你的介面都是雙語的介面 那我們一樣打開裡面來確認看看 這裡學習嘛 有learning 組件 assembly 都有非常多的雙語介面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 好啊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留言開小鈴鐺 如果你有對電腦技術的任何的資源 那歡迎用我的LINE 用我的Gmail來聯繫我喔 好那我們那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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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